1比6惨败 这女足是要布男足的后尘吗 昨天结束的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呢 中国队是1比6惨败给了欧洲冠军 英格兰告别了世界杯 唯一的进球啊还是一个点球 很多的网友呢都把这个归罪于主教练水庆霞 说他战术安排太差劲了 怪他呢带队人去接广告 这话里话外呢 就是骂他是个水货 垂幕还要他下课 可是在一年半之前 正式水庆霞林威寿命 短短三个月就重整旗鼓 拿下了破别16年的亚洲杯冠军 把女足从史上最差的奥运的泥坛中 拉了出来 怎么如今就突然从小甜甜变成牛夫人了呢 世界杯惨败 真的只是因为教练不行吗 还是根本无力回天呢 女足的头号球星王霜就说 出现了就能不能 所以我觉得这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吧 看到是跟英超的 美国这次强队 是自己的场合 这次强队 这个强队 就是为了 这个强队 因为 这次强队 这次强队 就是 这次强队 是 想要 好 这次强队 是 人 Pretty 你 我 d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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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